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 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火力 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 欢迎收听杨家长辈金 未来的新创拼图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的杨家长辈金趋势讲讲 想要谈一个问题 你是AI的赢家 还是你会是赎家 我想要导读一个 大概是今年1月 国际货币基金的一份研究报告 事实上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General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Work 我把它讲成说 泛用的人工智慧 还有人类工作的未来 事实上这个是他们内部 研究人员的讨论笔记 所以它叫做 Step Discussion Notes 缩写成SDN 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 结构性的课题 跟AI发展是有关的 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目前AI大家一般认为说 它跟过去的自动化不太一样 它取代的不是基层劳力工作者 它目前取代的是知识工作者 这个代表什么 这代表有冲击 但是也有机会 怎么说 冲击是什么 如果你的工作被取代了 你的知识工作 如果跟AI的应用 刚好是替代性的 你就是受冲击者 工作有可能就会丧失 但是如果AI的应用 跟你的专长是互补的 那恭喜你 你不但不会被取代 还有可能因为有了AI的辅助 生产力大幅提高 薪资也有可能跟着被拉伸 所以其实AI的应用 对知识工作者来讲 在这一份研究的讨论 论文里面 它是冲击跟机会同时存在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于说 谁可以是这个机会的受益者 谁是这个冲击的受害者 那对整个社会 它的所得分配 公平性到底是好还是坏 国际之间有没有可能 因此产生差距 比如说穷者越穷 高所得国家就一路遥遥 一直领先 其实国际货币基金 讨论的是这些议题 我大体上可以这样讲 大家想看 有了AI之后 如果你可以学习使用AI 利用你跟AI的互补性 AI变成你的辅助工具 那你是不是就受益了 你的工作有可能不会被取代 通常这一类的调整 年轻世代相对于高龄者有利 所以中高龄的这种就业者 有可能他已经相对学习能力 学习弹性比较没那么高 也许就可能在这一波AI的应用推广上 他受到的冲击 会比年轻人大很多 另外一个就是 教育程度高的人 相对于教育程度低的人 更有利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学习跟调整的能力比较大 所以他有可能透过学习跟调整 可以顺利的转业 顺利的跟AI形成一种互补的工作关系 那这里就表示说 AI确实有一个风险 如果是教育程度高的人相对有利的话 其实我们的财富分配跟教育程度是正相关的 那是不是就表示 高财富的人 因为他相对而言也比较有资源 受高的教育 所以他也有可能是 AI应用推广下的主要获益者 那是不是就代表 赢加赢的机会越来越多 然后输加输的机会越来越大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 所得分配有可能恶化的风险 是耶 其实这篇报告认为 所得分配确实有恶化的风险 甚至也有可能会造成 国际之间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 所得水准的落差会加剧 他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那现在要先知道这种可能性会发生在什么地方 所以他也需要发展出一些衡量的指标 跟衡量的工具 在想办法针对找到的问题去研理对策 我们先讲这个衡量指标 其实2021年有一个研究 主要是针对AI概念上 它有十种可能的应用 那这种应用 其实人类大概总共有52种技术 也可以执行这样的工作 所以他主要就是在衡量AI的这些应用 还有人类的这种技术之间的关联性 他把这个指数叫做 人工智慧职业曝露指数 它叫做AI Occupational Explosure 所以它是AIOE 人工智慧的职业曝露指数 那这个指数 他刚才在讲AI的应用 跟人类技术的关联性 他会用一些全数来调整 主要就是看人类这一类技术的 重要性跟复杂性 如果重要性跟复杂性越高的话 他就会把权重加重 曝贤的指数就可以降低 但是这样的一个指数 它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曝贤指数 它只是呈现AI应用 在某些工作上的可行性 那到底人类有了AI的应用 是受贿还是受害 受贿就是有了互补性 人类是受贿 但是如果是工作替代的话 人类就是受害了 所以其实AIOE的人工智慧职业曝露指数 它在去年2023年就被进一步修正 它提出了一种叫做互补指数的概念 来修正这个AIOE 这个修正的方式 主要是互补性高的话 就会降低曝显的程度 所以互补性调整AIOE 它就可以从曝露指数 变成是一种曝显的参考指数 那它的这个互补镜指数 主要引进两个重要的影响因子 一个它叫做Work Contest 就是工作整体的环境 那另外一个就是Physical的Feature 就是这个工作本身的技术 实际的物理性 那工作的整体环境 Work Contest 还包括社会层面跟物理性的 目前这个工作整体环境 到底是比较显著的互补性 还是比较不显著的互补性 这个要用个案的方式来做专家判断 比如说 如果你认为这样的Work Contest 工作的情境里面 它决策的重要性非常非常的巨大 或者它决策错误的风险代价 非常非常的巨大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面 互补性就会变得显著 举例来讲 法官 医师 他们的决定事实上是关系到 当事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所以虽然这一类的法官跟医师的工作 他也有可能会高度使用AI 可是他一定跟人类是互补的 必须人类也要参与相关的工作 所以他们是工作的形式存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的互补指数就会高 他的曝险 AI曝险的程度就会降低 那现在逻辑上就有几种可能的情境 我先问大家 如果你AI应用的可能性很高 我们叫高曝陋的程度 可是你的工作跟AI是低度的互补性 我想问大家 那你们觉得这样的情境好不好 这样的情境是人类最不想看到 也就是说他可以高度应用AI 可是AI基本上跟人不需要互补 他可以直接替代掉人 所以这种对人的工作的冲击一定是最大的 他甚至可以让整个职业因为AI的应用 AI的导入就消失掉 其次大概就是可能就会造成大量失业 然后薪资可能会大幅的下降 这一类的劳动市场就业的问题 所以高AI应用可能性跟人类跟AI的低互补性 这个是大家最不愿意见到的 那现在可能有很多情况会发生在 高AI应用的可能性 我们叫高AI曝陋性 但是人类跟AI却也是高互补性 那我想问大家 这一类的情况好还是不好 那就要看状况了 因为基本上只要可以导入AI 大家预期的生产力跟所得 都有可能会显著的提升 如果你跟AI是高度互补的话 那你反而是所得跟生产力提升的受惠者 所以你就要看 你到底跟AI有没有互补性 你有没有拥有运用AI工作的能力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低的AI的应用 如果是低的AI应用程度的话 那不管是高互补或低互补 它相对就不重要 所以大概这三类的情境 刚刚讲的 高AI曝陋跟人类跟AI的低互补性 这个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 可是高AI应用 跟高人类跟AI互补的话 这一类的效益 它就会有受害者跟受惠者 不同的影响 好啊 那未来啊 我们对AI的追踪啊 我相信我们开始会有不少的国家 它就会开始去累积相关的行业跟职业数据 来看哪些行业跟职业 在动态发展中 AI应用的推广中 是受到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目前啊 我们现在可以先来思考 怎么样可以降低AI应用 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呢 其实AI也可以用来解决 刚刚的那些冲击问题啊 它第二个重要的重点就是在讲 Artificial Intelligence-led Innovation 其实AI也可以引导包容性的创新 也就是说应用AI来推升更大的社会包容性 来解决刚刚讲的一些社会贫富分配不均的问题 举例来讲 像这个文章它就有写到 发展中国家大概可以啊 有几个方向来应用AI 然后来想办法解决AI带来的负面冲击 比如说你可不可以把AI用来提升你的 卫生保健跟教育的这些公共服务 甚至可以用来提升农业部门的运作 或者用来提升农资管道 那这一类公共性或社会性的服务 事实上有可能可以利用AI来提升成效 比如说政府功能 它的数位转型 那过去政府的功能的数位转型 也许大家有看到改善了税收 税负的征收 或者支出的效率 因为他们可以base在更充分的资讯架来做决策 因此提升了决策的品质 然后它也改善了一些社会服务的提供 所以也提升了社会的包容性 举例来讲 前几年新冠疫情期间 一些发展中国家 比如说秘鲁 上比亚 乌干达这些国家 他们就利用那些数位的基础设施 来加速财务救济资源的分配 那AI在数位的转型上 因为它可以用更好的资讯来做决策的依据 它也可以确认 我们应该强化的服务缺口在哪里 它甚至可以确认一些 你该有的这些公共资源 没有到该去的地方 这里面也许有一些贪污或弊端的问题 这些事实上也可以透过AI来政策 那地方需求的进一步客制化 如果有地方的这些相关资讯 AI都有可能可以给相当的协助 比如说农业部门 农业部门可以利用AI来预测产量 甚至包括最事化的这些农作的投入 比如说最事化的灌溉 或者它可以确认病虫害 或病虫害发生的风险等等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它对粮食的安全跟粮食生产力 也都会有正向的帮助 那如果在卫生保健上 AI可以应用在预测分析传染病 可能发生的风险 或者甚至如果有这一类的疫情发生 医疗院所资源怎么分配 才是最事化最有效率 或者AI可以直接用来协助 第一线的这种医疗人员相关的处置跟诊断 或者它可以提供更高品质 或更便宜的医疗服务 透过AI 所以它可以突破专业医疗能力不足的限制 那教育上也是一样 透过AI来提供个人化学习的辅导 学习的协助 来缩减教育资源不足的限制 在金融上面 其实这个以前我在台经院工作的时候 我们也有提过 现在既然是数汇的社会 既然有很多的资料 那我们应该要善用非常规非传统的资料 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工作 比如说信用风险的评估 假设你有没有可能拿到它用水的资料 用电的资料 如果你拿不到它的营收的资料 那你是不是可以判断它的营运的状况 因此你在做金融信贷的时候 你可以加很多非常规非传统的资料 来协助你做信贷的风险评估 以上就是国际货币基金 它提到的 AI可能对工作的冲击 那看起来有些人的工作有可能被取代 可是也有很多知识工作者 他们会跟AI形成一种互利的互补 那他们反而会是AI科技发展的最大的赢家 那这一类的AI应用确实有一个风险 它有可能会让所得分配变得更不理想 也就是说富有的人其实他的机会是增加 可是教育程度低 那相对比较低索的人 他的机会会因为AI的应用而减少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要克服这样的族群或部门之间的落差 那我们可以把AI用来解决这一类落差 以这些弱势族群来讲 人力资源的提升 不管是健康或者是教育 或者是行业的这种机会的不足 比如说农业部门等等 我们都有可能可以利用AI来想办法克服这一类的痛点 来让这一类相对弱势的族群 可以得到平权发展的机会 那以上就是这一集 杨家长背经趋势讲讲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资讯 希望各位听众觉得有参考性 那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